大家好,欢迎来到厨房美食多 鸡蛋是很多朋友每天餐桌上比不可少的美食 但是这种五彩缤纷的鸡蛋 大家可能没有吃过 经营剔透,五彩缤纷非常的好看 关键是还特别的好吃 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准备适量的鸡蛋 放入大碗中 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再倒清水 搅动一下使食盐溶解 再一个个的把鸡蛋清洗干净 食盐有消毒杀菌的作用 平时我们买回家的鸡蛋肉眼都可以看见 上面沾染了很多鸡粪 所以我们在使用鸡蛋时一定要将它清洗干净 这样吃这下更健康 然后把鸡蛋一头敲碎 拨去外壳 剥一个小口就可以 像这样就行了 再倒出里面的鸡蛋 根据自己需要的量准备蛋壳 现在往锅中加入清水 再把蛋壳倒入锅中给它煮一下 煮出蛋壳里面多余的蛋清 可以把鸡蛋往下按一下 让它浸泡在水里 这样更容易煮 盖上盖子 把水煮开 煮开后再把蛋壳捞出来 放入清水中 将它一个个清洗干净 洗干净后放入盘中备用 现在准备半个胡萝卜 先切成厚一点的片 再切成条 之后煎小丁 切好装入盘中 再准备一点玉米粒 豌豆粒 锅中准备水 把水烧开 倒准备好的胡萝卜 玉米粒 豌豆粒 焯水两分钟 时间到以后 控水捞出备用 再准备几个大虾仁 也焯一下水 控水捞出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小片胡萝卜 在胡萝卜的中心 挖一个圈 像这样就可以了 摆入盘中 再把鸡蛋壳摆在上面 把胡萝卜 玉米粒 豌豆粒 放入蛋壳中 不用放的太多 每样放两三粒就可以 再把大虾仁 也放入蛋壳中 每个鸡蛋里面 放一个就可以了 下面关键的一步来了 锅中倒适量的清水 水量根据多少个鸡蛋来定 再按比例说明倒适量的白凉粉 加入一勺白糖 开中小火慢慢的熬煮 如果喜欢吃鲜味的 也可以加入一点食盐 鸡粉之类的自己喜欢的调料 熬的时候要不停的搅拌 直到熬到感觉有一点粘稠就可以了 熬好之后把它倒入鸡蛋中 把每个鸡蛋灌满就可以了 放凉后再放入冰箱冷藏一个小时 现在鸡蛋已经定型了 再包去外壳 一个漂亮的水晶石就做好了 大家看一下好看也好吃 没事的时候给孩子做一做 孩子肯定非常的喜欢 冰冰凉凉QQ弹弹跟果冻一样 我们可以直接吃 或者蘸的蘸料汁都很不错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备用吧 吃饼看到这里了 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是多多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